如果变态分等级 那他绝对是王者级别 眼前披着波浪假发的男人 就是四川安月连环杀人案的恶魔 他的变态凶残程度 简直叫人颠覆三观 上到六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吓到懵懂幼女 都没能侥幸逃过他的魔爪 而当众人看完他所犯下的罪行后 更是气得恨不得将其送回娘胎 那么他的结局如何 他又做了什么 令安月县人民文风丧胆 感兴趣的朋友们 还请点个关注点个赞 咱们接着往下看 2000年8月23日凌晨 家住安月县的女大学生罗士丽 被声音惊醒 她担心家里进贼 便想要查看一下 不料一张面目猙獰的脸 出现在门缝 紧接着 这个陌生的身影记录我事 罗士丽来不及喊叫 一把冰冷的匕首 抵在她的脖子上 对方上来就要对罗士丽 行不轨之举 就在这时 罗士丽放声大喊 她的声音很快惊动了周围的邻居 邻居们纷纷出门查看情况 发现罗士丽一脸惊恐的站在门口 半边肩膀已被鲜血染红 原来是刚才凶手 惊慌逃跑时滑的 而这个意图不轨的人 早已不见踪影 警方接到报案后 迅速来到案发现场 经过一番调查 也没能获得凶手更多线索 只知道是安月县本地人 中等身材 由于没有足够的线索 警方只得在安月县 逐一排查可疑人员 可没想到 在排查期间 安月县又发生了 几起入室强奸案 28日警方接到报案 一年轻女性肖某 称一蒙面男子入室强奸 30日在发廊工作的小刘也反映 自己在店内 遇到了蒙面持刀的男子 由于这两起案件 都是发生在凌晨 受害者又没能看到 蒙面男子的真实面目 再加上 现场搜集到的线索并不多 警方也只能根据 仅存的线索病案调查 后来又有不少大妈 反映见到了蒙面男子 据一位大妈描述 那天晚上吃完饭 她本想出门散步 可走着走着 突然感觉身后有人 她扭头一看 一个蒙面男子正迎面走来 吓得她赶忙大声呼喊 才逃过一劫 于是 这几起案件 很快在安月县传开了 大家人心惶惶 到了晚上 更是不敢出门 甚至独居女性 半夜睡觉也睡不踏实 生怕自己一不留神 就丢了性命 大家纷纷到公安局反映 希望警方能尽快抓住凶手 还安月县一个清静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时 转机出现了 这绝对是李建国的最离谱的变态 她头戴假发 手持凶器 在安月县作恶夺端 上到六十岁的中年妇女 吓到懵懂幼女 都难逃魔爪 这几起案件 令安月县女性害怕不已 可二十多天过去了 不仅没有线索 凶手也仿佛消失了一般 没有再继续作案 就在警方加大排查力度时 安月县又发生了一起强奸案 性质极其恶劣 2000年9月21日 安月县警方接到报警 称月新乡一对兄妹惨遭杀害 上高中的哥哥身中八刀 死在自家床上 而年幼的妹妹 在屋外隐蔽处被发现 妹妹身中十八刀 浑身赤裸 腹部有明显刀伤 经法医鉴定 妹妹死前遭受侵犯 根据现场的打斗情况判断 凶手应该并不是熟人作案 而且兄妹俩年纪轻轻 也没有什么复杂的背景 所以仇杀的可能性也被排除 再加上现场并没有什么财务遗事 所以入室抢劫的可能性也被排除 之后警方从周围邻居的口中得知 凶手年龄在二三十岁左右 本地口音 由此可以判断 凶手应该是本地人 有了这几个线索 警方很快将其与前面发生的案件 结合在一起 接下来的几个月 罪犯仿佛能感知到一般 一直没有抛头露面 就在警方怀疑凶手不再作案时 按月线又发生了几起恶性事件 2001年2月4日 刚过完农历春节不久 家住岳阳镇顺城街的蒋某和嫂子叩某 结伴回家 二人走到半路时 发现身后有人跟踪自己 两人联想到前段时间的变态 心里十分害怕 后来蒙面男子追上了他们 并遇实时侵犯 二人高声呼救 引来周围的行人 蒙面人才不得已放弃作案 事后两人报了警 可就在警方受理案件时 又走了一个神色慌张的女子 她称自己在回家 遭头戴假发的男子抢劫 对方还划伤了自己的额头 当时距离第一起案发 仅过去20分钟 这个蒙面男子可谓是嚣张至极 后来又过了几日 警方又接到报案 称一女子在家中睡觉 遭抢劫并被侵犯 警方经过受害者描述 在结合之前的线索 大胆推断 之所以一直找不到凶手 是因为其一直男判女装作案 有了这些特征 警方推测 凶手一定会再次作案 很快嫌疑人就按耐不住 出手了 这绝对是你见过的最离谱的变态 她头戴假发 手持凶器 在安月县作恶多端 上到60岁的中年妇女 吓到懵懂幼女 都难逃魔爪 经过推断 警方在案发地附近的偏僻地点 进行蹲点埋伏 2月10日凌晨 警方在西大街蹲守 这时一个留着波浪卷发的 诡异男子映入眼帘 从灯光下的影子可以看出 虽然扮相神似女子 可这人是个男子 警方刚要上前准备盘查 这名男子就吓得撒腿就跑 无论警方如何警告 男子始终跑得飞快 于是警方只能开枪 击中男子右腿 其人趁其倒地 将其快速寝住 在男子的包内 警方找到了他的作案工具 一双手套 一块蒙面布 几把匕首 其中一个上面还沾有血迹 后来经过警方的盘查 得知此人名叫江海辉 26岁 父母从小忙于生计 缺乏对妻的管教 使得江海辉 从小就养成了 手脚不干净的毛病 后来父母虽然知道 他的恶习 却又不知道 应该怎样正确地引导 久而久之 江海辉的性格 变得奇怪孤僻 在他十几岁时 甚至还有偷看 女同学上厕所 洗澡等癖好 父母得知后 总称自己管不了 也正是因为 父母的一再纵容 才导致江海辉 成了现在这样 刚开始 警方在询问江海辉时 他只是对自己的强奸行为 供认不讳 可对于自己过失杀人 却拒不承认 后来在警方的严厉问询下 江海辉的心理防线 才被攻破 事后 警方发现 这个江海辉早有天克 1990年 江海辉因犯抢劫罪 被判刑三年 1993年刚出狱 又因偷盗和袭警 被判刑七年 直到99年10月 才刑满释放回家 可以说 江海辉从18岁开始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监狱度过的 而这次 只会比之前的惩罚更加严厉 2001年11月 江海辉因杀死 伤害7人 其中 使两人当场死亡 强奸妇女6人 抢劫盗窃财物 被判死刑 立即执行 江海辉的一生 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再加上父母的疏语管教 导致其越发满横无理 直至失去人性的底线 而步步错 最后 走向无法回头的深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